一线很少参加时尚活动的葛优 日前出现在知名品牌爱不十周年庆典活动中 而之所以能高调参加商家庆典 所以源于十年前与商家老板的友情 为了活动的需要 当今葛优还牵线搭桥地把范冰冰请来当嘉宾一同出席 其实这个牌子当时来找我的时候是优哥打电话给我的 那他也是因为他们就想找一个女孩 所以可能优哥就说那跟小范比较熟 是不是可以这个找小范 然后那个就主办方他们就打电话给我 然后本身这个这个牌子的鞋子我也 我自己本身我也买 然后买给爸爸妈妈 然后买给这个非常很舒适嘛 所以就买给家里人像爷爷奶奶 对于媒体的蜂拥而至 葛优似乎觉得有些把他自由 而他也嘲笑地以方面为由暂时远离会场 哪有卫生间啊 下楼梯直走 下楼梯直走 不是下楼梯 下楼梯就不动 参加商家庆典 葛优和范冰冰也非常配合 两人双双穿着该品牌的鞋子 当然最好的支持还像葛优这样 虽然一双鞋动辄都要上千块 但这几年下来 仅仅是这个品牌 葛优就有十几双 有超过十五双了吧 都是我自己穿 送过一双 真是送过一双 除了坐在台下 十分认真地看着模特走胸外 两位还在T台上秀了一下 虽然没有音乐伴奏 不过第一次站在T台上的感觉 还是有些心急 对商家没言几句 这些都是明星在参加活动中少不了的 而一向特别贴近群众的葛优 在台上讲的也都是大实话 觉得这个IQO鞋的特点 我穿了以后 就是觉得脚趾头更能张开 就是站得比较稳 没错 一点都不吉祥 这也是我的感觉 还有就是 有一天我收拾鞋 我翻出一鞋了 已经穿旧了 我说准备把它处理掉了 我一翻鞋底 一看是IQO的 我就想起来呢 在这个 就是十年前吧 应该是 通过这个富标 认识了这个李香山 还有王全啊 穆总啊 这个陈瑞 这么才开始 这个穿这个鞋了 为什么后来又 联系更多了呢 因为能打折了 所以大实话都说出来 所以就联系更多了 帕瓦罗蒂演唱会 天黑就离开office 去广告栏看notice 虽然有很多choice 喜欢老帕的voice 歌会有很多police 这已经成为practice 投票送一瓶jews 科学出版社 龙门音像出版社 黑英语 高级 英语课 英语老师叫秋勇 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好方式 让大家尽快的学会英语 英语呢 有两个特点 我觉得 第一个就是说